最近大家在网路上疯狂的讨论 第四艘航母即将亮相了 大陆的海军最近的实力 真的是让大家刮目相看 福建号航母下水之后 大家还在等它什么时候海市 这个时候来聊天室的好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节目 先帮我们按赞应援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做个互动 你觉得第四艘航母 有可能会取什么名字呢 来 这边有四个选项 是网路上讨论在热烈的 你帮我加1加2加3加4 加1你觉得会不会叫广东号 加2台湾号 加3江苏号 加4四川号 而且很多人在讨论 有可能是四川号吗 欢迎大家好朋友 加1加2加3加4或者是加5 告诉我你的答案 舰长 海军所有的取名 绝对不是有一艘出来我才取名的 他在整个的建造之前 他已经想好了 所有的航母要怎么样取名 然后这基本上的建议都是海军的 在做这个建议 上面很少会去改的 那他一定有些原则在 那我 因为他不会跟你说 他要建几艘 或者他原则是什么 但是我从他现在已经有的三艘去看了 他有三个通则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 第一个通则 当然是省民 省的名字 第二个通则是贴海 这也都不是问题 第三个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 他都是海军官校的校子 他是培育海军的人才的地方 好比说第一个 这个辽宁舰 那里有个大连海军舰艇学校 这是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这个海军 大概都从这里出来 还有一个山东舰 山东青岛有一个海军指挥学院 然后福建舰为什么 福建有一个叫做马尾海啸 这是一个海军非常有名的一个 出了多少很有名的将领 像我最精美的一个将领叫做叶昌彤 他就是马尾海啸入学的 那接着剩下第四个 你要满足这三个 那满足这三个的第一个我猜广东 因为广东有个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有一个黄埔水师学堂 这是所以广东可能的 第二个江苏为什么你知道 它是我们海军那个叫做雷电学校的位置 这是江苏 雷电学校也是我们四大军校之一 然后还有一个我这是最近才找出来的 我想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选 因为可能有的中国大陆觉得不好 河北为什么 河北是北洋选师学堂 当初他们叫天津水师学堂 所以河北也是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因为就他们而言台湾是我们的 我们左翼海军官校也非常有名 像我就是左翼海军官校毕业的 所以台湾也可能符合这三个条件 那网路上大家网友在猜测的四川有可能吗 我觉得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 四川不靠海 又不靠海 又不是海军官校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取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站在海军的立场去看 谁在拟定这个海军的名字 海军的人啊 那当然他拟定上去 可能上面的好比说决策的说 我不要这个名字 通常很少 在台湾发生过一次 当初我们的既德基建四川 我们叫做什么既德 明德 武德 什么的 结果上面那时候阿伯他们执政 他说取这些名字干什么 不要德 我们要基隆 左英 他就是要取非常本土化的名字 可能会改 但是已经有了这三个了之后 我认为后面去取四川的几率 除非下一个中共总书记是四川人 那不太可能 他蔡委员你觉得呢 我觉得台湾最有可能 我同意这个建议讲 左营海军官校嘛 有可能 左营有可能 因为总不能找一个没靠海的嘛 说四川嘛 但是我认为如果是要取台湾的话 那换句话说 我认为是有政治遗憾 对 当然有啊 对台湾有政治遗憾 就是说他准备要有一些 强化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述 对 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政治说辞了 是的 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举个例子 假如他取了台湾 他一出海的时候服刑 我们邀请他到台湾来 远航 邀请他来 这个破港访问好不好 涼湾会多好啊 你去想一想 那个军事的化解 那是不得了的 所有你敢做赖青的 是的 这个话题的确 在网路上讨论非常热烈 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福建建又有新的照片曝光了 来这张 导播你给我下一张电视墙 在福建建又看到了什么呢 你知道吗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最近中国大陆 我还特别对于这个军事迷 发表了 就是说请军事迷 如果说拍到了一些 什么新的武器 请不要乱po 这我看到的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福建建上面看到了什么 之前我们看到了测试的小红车 现在我们看到了全尺寸航母平台上 出现了攻击11无人机的模型 然后旁边还停了殲15跟殲35的等比例模型 张将军这是不是代表殲11会登上福建建呢 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攻击11 攻击11 对它是无人的 那现在中共的这个殲35是逆终 将来殲35搭配的殲15 殲15没有逆终 然后殲35上去的它是逆终 它负责制空 把这附近的空权 有威胁 航空母舰或威胁他出任务的 空中的对威胁交给F这个殲35 由殲35它逆终它负责制空 那剩下的任务呢 这个战场主角 或者密接资源作战对海攻击 就交给殲15来做 所以它是分工的 美军也是这样分工 美国这个F-22 美国F-22是负责制空 美国F-35是负责打击 是这样子 就跟美国的F-15跟F-16 美国F-16是负责打击 美国F-15是负责制空 它有分工 那现在多了一个攻击11 它是要用弹射的还是它可以垂直 它将来的时候 这个是弹射出去的 因为为什么放在福建 这个不能放在辽宁 不能放在山东 太大海吗 因为它这个是 它的推力不够 它那个角度起来 它弹射出去可以 因为攻击11重 它如果连武器挂甲进去的话 10公盾 那起不来 超重的 而且它是逆中 那逆中的话 它将来的话是做打击 就是你做敌后渗透 因为它这个攻击11可以飞4000公里 盆射 而且用逆中 别人看不到 你不可能 比如说尖15 加油量很大 然后它放在两枚大型的 这个我们讲到 尖20先踹门 然后攻击11 紧接着上去攻击 就过去了 那个制空交给前35 就是这样子 那攻击11的话 它的就是 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变成世界第一款 逆中无人机放在航空母舰 对 隐身优势 是第一款 对 所以它有没有放出去 敌人不知道 它就挂两架 放个两架在上面 它出去了 然后变成渗透攻击 这个渗透攻击 是让神不知鬼不觉 因为人家看不到 攻击是一最大的好处 是它不怕死 它没有人 它没有战损 叫它去烂进去 因为无人机 无人机就是这样子 无人机反正 我战损就战损了吧 反正我没有人员审失 它可以当辽机来使用 到最后 没有它这个 它说 它就无人机它不要 因为这个比较昂贵 对 这个适合攻击做敌后攻 渗透攻击 渗透轰炸 派它去 它这个可能对重点的 我认为这攻击实际要打的话 是打雷达战 把雷达战 把雷达吹完 斩首 斩首也可能 也可以 斩首也可以 另外 如果是在海上的话 对敌人重要的军舰 实施 刚才讲的 就直接攻击了 所以我觉得 美国的航母 是不是越来越不敢靠近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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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